那小鐘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沒人 你會覺得自己沒人愛嗎 我會覺得耶 為什麼呢 你長得不錯啊 我覺得我... 他不是馬子 你長得不錯啊 我覺得我的... 因為帥氣 有味道 我的那個女人緣方面欠差 不會啊 你一下又拔王瞳了 你一下又拔什麼李妍瑾了 你一直在拔 就是問題就是 人就是有時候會像多頭馬車 在拔他嗎 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問題 先吃飯好了 還是說你基本上是看不起小鐘的 沒有啊 我們吃過飯了 先吃個喜酒好了 我跟以龍 你跟誰沒吃過飯 每天看你出現報酬是跟這個吃飯 跟那個吃飯 他這個人亂搶一搶一搶 沒有 他管子沒把握 他想要在牆壁下去啊 抓到幾條就幾條啦 起來再慢慢挑啊 結果沒有一撒下去 全部都是布拉伊啊 沒有一個中文 你多久沒交女朋友 兩年 兩年沒交 兩年都靠自己的雙手而過 對啊 這個我就很生氣了 我都把李妍瑾讓給你了 你為什麼還不趕快呢 李妍瑾喔 我本來要邀他去馬馬地步 我就想 小鐘 愛情 友情 是 我選擇友情 真的嗎 你不要跟我去馬馬地步 你跟小鐘好好在一起 你早講嘛 我就是因為上次上那一集 我以為你們兩個已經很好了 我就放棄了 你放棄啦 你沒有跟他... 我沒有放棄 我是... 你剛剛想要講什麼 你沒有跟他有... 沒有 完全沒有 我知道說 小鐘在把連緊的時候 我馬上 收起我的腳步 真的嗎 平靜我的心情 原來你們互相都為對方 做出這種事情 我還以為他跟他站起來 所以我就... 我就讓出來了 這件事情連緊可能還不了喔 對啊 他不了 連緊... 太可惜了 你們錯了... 你們錯了... 你還是在我跟小鐘之間多一個選擇 對啊 那小鐘為什麼會覺得自己沒有... 你會覺得自己沒人愛嗎 我會覺得耶 為什麼呢 你長得不錯啊 我覺得我... 他不是馬子 你長得不錯啊 我覺得我的... 有點帥氣 有味道 我的那個女人緣方面 欠差 不會啊 你一下又拔王瞳了 一下又拔什麼李嚴謹了 你一直在拔 就是問題就是 人就是有時候會像多頭馬車 你就給... 就你好像對另外一次 你就好像有喔 李嚴謹好像又有一點 就變成說 你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 到最後每一個都對你 沒有興趣 是不是因為你一開始 跟女孩子相處的時候 都是用那種 譬如說講笑話的方式啊 對 然後人... 然後人家可能會覺得 你不夠莊重會不會 我不講笑話 我不知道跟他們聊什麼 那我們現場問 愛里斯你覺得小鐘 他是一個沒人愛的人嗎 不會 我原本以為他有很多人 很多女朋友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才... 才叫男朋友 對啊 你根本來騙通告費的 太多 你會沒人愛 怎麼可能 因為你覺得很幽默的男生 然後因為小鐘哥 算是 然後... 是嘛對不對 謝謝... 所以你就會覺得應該他有很多女孩子 出去的時候很喜歡 而且有一次我們在夜店 你穿得好帥 他穿西裝 這樣都還拔不到 就是... 就是還拔不到 當家了啦 因為我都會開酒啊 但是我都開啤酒錢 你會讓人家覺得 誤會你 你太省 太扣了 我覺得... 大家的... 曾過程退休以後 就是接班人他 我是要接班人的 對啊 你也自認為是這樣嗎 可是我覺得省錢是為了... 為了就是... 將來 將來 對啊 但是問題是你還沒有追到人家的時候 你現在省錢為了是自己的將來 沒有 也對啦 可是... 我這樣問你好了 你今天出去約會的話 你會不會算計這頓飯要吃多少錢 會啊... 會啊 對啊 我最常去的店就是吃到飽的店 對啊 那除非是特別的節慶 那可能會請他去吃高級的牛排館 或幹嘛的 可是他吃牛排 我就自己點沙拉這樣 就是這樣才可以把錢平衡回來 沒有 你怎麼自己點沙拉 這點一套牛排 牛排的沙拉 這個沙拉給我吃 剩下牛排煮飯給你吃 對... 我覺得 會捨不得花那些錢 因為我覺得賺錢滿辛苦 我覺得 就像你們講 有時候有該花的錢還是要花 譬如說有一次情人節 情人節到了 那想今天一定要送花給女朋友 然後我就 剛好情人節 我們那時候還是歌手嘛 很多歌名會送我花 然後我就借花獻薄 把人家送我的花送給女朋友 而且有的花還有一點點那個有沒有 譬如說玫瑰 邊邊它會先爛掉嘛 他也把它剪 你眼睛 我一直在做 你眼睛 對啊 我沒有 OK 你做過什麼 自己覺得最寂寞的事情 我覺得尤其是冬天 會讓人家覺得特別寂寞 因為冬天 冬天的時候 夏天還可以熬得過去 冬天的時候那個被窩裡 覺得特別的冰涼 覺得好想回到家裡 就是可以抱一個人睡覺 所以我覺得 每次一到冬天 是有最怕的一個季節 就覺得 晚上這個床始終是冷的 就覺得好孤單喔 會耶 那老人家大概又有了好不好 老人家 找到這裡房間跟病房一樣 對啊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好像中風嗎 沒有小孩子來看的樣子 因為就是覺得 我覺得冬天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會回到家裡 把燈一打開 那種冰冰涼涼的感覺 我覺得特別的寂寞 是男女 小朋友啊 但是男女遇到什麼節日 會覺得 甚至兒童節都會感傷 為什麼 對 你會想到說 跟未來的 董哥李姐拿掉小孩 會 沒有 有時候看到小朋友會說 幻想的時候組織一個家庭 一家和樂那種感覺 譬如說孫鵬整個家庭 在那邊和樂融 你會幻想那種總結 不要譬如到這裡 對 這個 滿擔心你的耶 早上我起來 我今天早上 起來趕快看報紙 把電視打開 看新聞 我很怕看到小鐘的那個 你是我心中憂 對 昨天剛好就在這個地方 對啊 公布了一個 國內一個玉女有沒有 即將生個當媽媽 很開心 對… 我滿擔心你的 會派好幾個朋友 在帶著周圍走來走去 那跟小鐘什麼關係 對啊 跟小鐘有 沒有關係啊 對啊 祝福誰 就是祝福啊 對啊 就是 是嗎 恭喜恭喜 講完整一點 誠懇一點 真真真 對啊 我覺得這個 臉幹嘛橫起來 沒有啦 小鐘是歌手 跟他講他可能比較不好意思 你用唱的好了好不好 用唱 好 帶來這首 葬心芳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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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祝福 不會啦... 所以我覺得 他現在就是到那個 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來 好好祝福一下 我覺得就是希望他 能夠擁有一個這個 最主要是祝他 沒有啦 我祝他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能夠更美好 更美滿 更幸福 OK 那你們有因為 自己是搞笑藝人的身分 然後去把妹被打槍過嗎 其實大家都覺得 可能好像我們很會把女孩子 很會把妹 其實我們是鎖定了 很穩的時候才會去下手 才出手 對... 我是都是以講笑話的方式 就是先用冷笑話打... 打動對方的心 可以 可以那個算險招 險招 就是 不是大眾 就是完全不中 不是大好就大壞 對 而且你交往時間不長 他交往就差不多半年 走一段分手 因為他的笑話半年都講完了 他一直講最新的 對 就變得說我只能靠笑話 來維持 所以你應該讓女孩子先看到 你私底下那一面 其實小鐘是一個很老實 很貼心 很溫柔男孩子 大家都說他就是好像太省了 那我覺得你該花的要花 有時候真的 我覺得 對 該省就省 對... 該花的錢還是要... 我覺得還是要花啦 對啊 那你都不花 你還在罰他嗎 我沒有... 我沒有想過這問題 先吃飯好了 還是說你基本上 是看不起小鐘的 沒有啊 我們吃過飯了 先吃個喜酒好了 我跟以後 你跟誰沒吃過飯 每天看你出現報酬 就是跟這個吃飯... 他這個人很亂的 因為他完全沒把握 他想要站牆壁下去啊 抓到幾條就幾條啦 起來再慢慢挑 結果沒有一撒下去 全部都是布拉魚 沒有一個洞 不過小鐘說真的 你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有一個可能是你 眼光太高 標準太高 本身是藝人嘛 其實就是喜歡看到那個賞心悅目的 譬如說我們對女藝人的身材 也會覺得說希望能... 交往的對象的身材會 就是女藝人他們這麼漂亮 他們的身材這麼好 對我們來講 已經變成一個基本的條件了嘛 對 而我們個人不能交那個 爺爺單身的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沒奶奶的 對 對 可以錯 錯了 我們這邊是有提名 金鐘獎的 金鐘獎的 我們有入圍 你過去一點好了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剛好喜歡我的都剛好屬於 那種爺爺單身的 那我們喜歡的又 又不會很喜歡我們 所以會卡在那個地方